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不少女生期待结婚后 老公会乖乖把赚的钱都交出来给老婆管 但也不是每个新作的男人都愿意这样 只有某些新作的老公愿意把赚的钱都交出来充公 究竟是哪些新作的老公愿意在这方面让步 让老婆当财政大臣 总管家中财务呢 又愿意乖乖拿出多少来充公呢 第一名 白羊男 事实上只是懒得管 白羊男倒不一定是觉得把钱交给老婆管 是要让老婆安心 而是白羊男通常都还满明白自己冲动花费的习性 常常没有控制花着花着就没钱 婚后还得要持价的白羊男 如果自觉这种情况下去很糟糕 就会叫老婆管 只是白羊男的习惯就是当他们想要拿钱的时候 就会伸手要钱 有时候白羊男根本就不清楚自己花了哪些花费 如果拿不到钱就会耍脾气 这时就要有劳老婆大人把支出银行拿出来给白羊男看 他们才会认命的不再耍脾气要钱 第二名 除女男 前提是除女男的老婆要比除女男还会算钱 这样除女男就会乖乖把钱拿出来 很多除女男是还蛮会计较和算小钱省小钱的人 对于很多流水账都很在意 却也使得除女男很累 如果老婆很会计划金钱 那么除女男是愿意把钱都丢给老婆管的 除女男是很爱看报表的新作男 只要老婆把开销都算得一清二楚 除女男一目了然之后就会放心去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当然这要建立在老婆会管钱的基础上 如果老婆很不会管钱 那么除女男宁可自己累个半死 也要自己管钱管到底 第三名 双子男 把钱都交给老婆也算是一种爱的表现 对于喜欢安稳家庭生活的双子男来说 他们本来就有隐藏性的大男人主义 男主外女主内 那么老婆当然就要管钱 帮双子男稳住家庭 另外双子男也很清楚 这样可以让老婆安心 很多双子男也声明持家不义的道理 他们太过清楚如果未来还要养孩子的话 就得要好好做一下家庭方面的财务规划 因而在这个方面就要跟老婆好好商量 家是两个人未来的共同财产 双子男负责打拼 老婆当然要负责管好财务才能年年有余 第四名 双鱼男 双鱼男本身是属于虽不情愿 但是也只好把钱交给老婆管的男人 双鱼男本身就很难抵抗某些诱惑 这一点双鱼男自己知道 双鱼男的老婆通常也知道 也因此双鱼男本身就算心不甘情不愿 只要老婆强烈要求 他们也还是会点头答应 还是会希望手头可以宽一点嘛 双鱼男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总有着沉迷 这个部分老婆倒是不能限制太多 往往只要不是花天酒地对不起老婆的事 双鱼男都希望自己能够合理地运用金钱 沉迷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中 老婆在这部分可不能管太严 双鱼男也还是会生气的 第五名 水瓶男 很多水瓶男都清楚自己太爱买 也太喜欢买高科技产品 只要是新的科技用品 水瓶男都有种无法抗拒的欲望 问题是婚后总是需要养家 水瓶男本身也很清楚这点 在折中的情形下 水瓶男会抽一点薪水来当零用钱 其他的就交给老婆 除非是要买的高科技产品真的太贵 否则往往水瓶男留在身边的私房零用钱时 都够用的 而且这样把钱交给老婆官也有好处 就是水瓶男会有很好的理由 可以拒绝朋友的邀约 对水瓶男而言就某个程度上来说 墨高科技电子产品 会比跟朋友出去花天酒地更有吸引力 第六名 狮子男 如果决定结婚 那狮子男也就很清楚 自己跟好兄弟间的酒摊 会被一定程度的控制 加上狮子男也清楚婚后得要养家 所以狮子男在衡量内外的情况下 也只好把钱拿出来给老婆管 也算是一种对老婆宣誓效忠的意味 不过狮子男爱面子的个性不会变 偶尔还是要跟朋友出去吃吃喝喝当大爷请客 这是当老婆的救药 记得要帮老公顾面子 该付钱的时候老婆就要自己去付 在狮子男的好兄弟面前要好好当个聪明乖巧的财政大臣 不能跟皇上闹一剑 如果是真的买单买到很生气要算账 也得回家再慢慢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